小姐 秋香,你这是干啥呀? 还好意思,问我干啥呢? 掀起来,把鞋给我穿上 快点 秋香,什么事你发这么大火? 来 擦干净 什么事你慢慢说,发这么大火干啥? 富贵,也别怪我说你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身高有那么高,身高也有那么壮 就整天往这一坐看书看书,那看出来什么出现? 秋香,那个妈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你看我看这个中医书,我严严要寻思能找个方子,给妈把病治好 就指望你看这两年书就能把妈的病治好了 那老中医,那医生,那博士,那教授的,都干嘛,都吃干饭的 我这不是寻思着自己了解了解,总有点好处嘛,这样家里有个老人,你时常的能照顾着 行了行了,别说了,告诉你,你别在这找借口,懒就是懒 王富贵,你可给我听好了,我的口红,我的洗面奶,我的防晒霜,我的包,我的鞋,我的衣服,还有防晒衣,都需要买 还有呢,你知道我同行啊,光买个摩托车都花十几万,咱这连个车都没有啊,你要想办法,你要努力啊 再说了,我闺蜜,马上就结婚了,我要随礼,人家都是随两千,你怎么不能让我随一千嘛,不能让我丢人嘛 秋香,咱们家本来就不富裕,你平时少花点钱,这些钱不都能攒出来了吗 听着你说这些话,就知道你多没本事,那钱是爽出来了吗,那是没有本事挣钱你知道吗 你脑子里面,现在转到这种叫活,嫁给你,后悔死了 秋香 妈,妈,福贵,你,你这个病啊,不能生气 妈知道 妈,我最近看书,给你找了个方子,明天我去给你抓药,兴雪,你这个病,能缓和一点 好,好,福贵,让你费心了 妈,你看你说这哪里话,这都是应该做的,你身体好,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福气 福贵啊,妈有你这样的好孩子,妈特别高兴,福贵,妈今天看你脸色怎么不对啊,是不是我闺女,那个死丫头,又给你脸色干了,又说你的事了 妈,没有,她,就刚刚,说了两句 行了,编辑的掩护了,我自己的闺女我不知道啊,从小是妈爸爸带大的,福贵啊,你到插门,到我家,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有什么事,你受了委屈,你跟妈讲 妈,你看秋香,本来咱家就不富裕,你看她花钱大脑大脚的,又买名牌包,买化妆品,给别人随理就随两千,咱家这个家庭,你又不是不知道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她那个死丫头啊,我从小就知道她那个样,喜欢跟别人拍比,别人有啥,她就想买啥 哎,这是妈,这些年,攒了钱,没舍得花,你拿着用 妈,这个钱我不能要,妈,福贵,你别跟妈客气 妈,这个钱你还是留着养老吧,你放我这,万一被秋香知道了,孩子得花完 没事,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然后你自己存起来 那行吗,那这个钱我就先放着 我去给你做午饭吧,你先歇会儿,好,好,我去给你帮个忙吧,不用了,不用了,妈 毛孟范,哎,秋香回来了,换你件事 你说你原来每个月也就给我三千块钱,昨天给我打了五千,那另外那两千,是不是借的 我,我,我,我没借,你看,就我这每个月的工资水平,钱都交给你了,大家都知道,谁可以把钱借给我呀 还在我面前撒谎,不说说是吧 哎,秋香,秋香,说,秋香,哎,你,你歇点歇点,歇点,好好,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到底怎么回事,赶紧给我说去嘛 你看咱,咱妈知道咱的,生活不容易,然后,昨天这是咱妈给我的钱 里面有多少呀,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不少吧,这可是咱妈半辈子的积蓄 秋香,你可不能乱画,这是咱妈一辈子的积蓄呀 我爱怎么画怎么画,那我妈,可是我亲妈呀,怎么会给你呢 走,我就问她清楚,快点 妈,妈,秋香,你这大红小小在干嘛的,我就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这,这是,妈,你看,秋香歹着我就打了一顿,结果她把这个钱给要走了 妈,你可是我亲妈,她是个外人啊,你怎么这样对我呢,倒下弄得你们是亲娘俩一样 秋香,你这样说话有点过分了啊,富贵来来咱家,容易吗,勤勤苦苦,信心苦苦,挣钱 挣的不够你半个月的败坏的,啥都给朋友比,攀比心太强了 秋香,也不是说妈说你,你有时候做的都太过分了啊 我过分,妈,你这样说我,那富贵,她有什么出息啊 她给人家那这般人能挣钱的比,她算什么啊 不管她什么样子,她也是你的丈夫,你自己想想,你花钱多厉害 富贵挣多少钱够你花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不是靠一个优秀的女人吗 你这么做的,还说三道四的,你是我的女儿,不是我女儿,我才懒得理你呢 好啦,妈,秋香,你给妈认个错,你看,妈的病不能生气,万一你再气到妈了 富贵,你就别护着她了,都是你惯的,有时候也不能那么惯 妈,我花钱厉害,都是我有虚荣心,老师跟他们拍比,他们想买的,我也买 我小的时候还想买比他们更好的,行妈,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就不乱花钱了 这钱,还给付货,以后我再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 妈,你看秋香都这样说了,这个钱,你还是留着吧,我们俩暂时用不着 行,妈先收着,以后你们能用着了,妈再给你拿出来 秋香知道认错了,妈真的很高兴,以后你和富贵要好好过日子 花钱可以,花钱要有个度,不要乱花,那些朋友啊,不可教的不要教,不要跟人家拍比 咱家的条件不比人家条件好 行吗,我知道了,我记住了,以后咱们就合合目的过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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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去做饭吃去吧,行吗 富贵,你现在站在这儿啊,妈妈,我知道了,儿子,你真乖 富贵 富贵,走,妈妈带你买冰棍出去 叫你妈出来 妈,出来快点 快点啊,看那硬啊,体弱多病啊,人家那妈那婆婆都是老板,你看看你妈 儿媳妇,这也不到吃饭时间啊,这妈这两天,今天也不舒服 啥不到吃饭的时间啊,我媳妇饿了,还不赶紧做饭去,一天天的磨磨叽叽的 看你那样,你连力气都没有 儿媳妇,这不是妈老了吗 妈的身体这几天老是恶心难受 妈还要去医院,你快看了 亲 我亲啊,还去医院看病,哪有钱给你看病啊 你可真搞笑,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是吧,在我们眼里啊,连我们家,养的那盆花啊,都不如 做饭去 别哭了,别哭了 哎,走吧 做饭去 去去,去去 天天的磨磨 富贵,我告诉你啊 等一下我做的不好吃的呀,我可不开心 行,宝贝老婆 你想想 你是我的老婆,我当然疼你了 待会儿,看看做什么饭 过来按摩 哎呀,咋饿死了,咋还没饭,别你呢,别你呢 孙媳妇,饭做好了,你吃吧 你干啥行啊 端个碗子端不好 富贵,你看这啥子得在这 妈,你看你做的啥,一点油水都没有 王富贵,好好拒绝你妈 妈,你是不是存心 不想让我俩过日子是不是 你做的菜,一点油水都没有 你把我媳妇饿瘦了怎么办 妈,怎么能是存心的呢 是你们,没有给过我们钱 我咋去给你们买 哎 你想想 地里那个粮食卖的钱 还有你的退学的姚老金 那不都是钱吗 是不是不舍得花 没钱出去借去,出去借钱去 让他出去借钱做 借不住两千块钱,别回家 就你那老脸好,去借钱 去 bought 快去,去去洗钱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借不到钱,今天就不要回来了 晚饭也别吃 出去吃好吃的, б讓 你走 出去吃好吃的 走 你家的麦子收完了没 收完了 学生现在怎么样开学了吧 都开学了 你们两个在这玩呢 梁梁 你看 沈子找你 想跟你们说的事 吃完事 啥事你就说吧 这最近呀 手头有点紧 想找你借着钱 你看 借钱 你要多少啊 梁梁 我 我借500块钱吧 我卖了玉米啊 再还给你 500块钱也不算多啊 你儿子没有吗 梁梁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梁梁 你就借给他吧 行 沈子你先回去 晚上我给你送过去 梁梁 那沈子谢谢你啊 沈子先回去了啊 你干嘛让我借他500块钱啊 他儿子能没有吗 你不让孩子就不孝顺吗 小野生 他就这么懒 你说咱妈这借钱 能不能借回来啊 反正借来借不来 咱就坐在门口 堵住 借过来的钱 不让进家 对 在这干等 等到啥时候 天天快黑了 哎 钱呢 回来了 等一会儿就送到咱们家来了 等一会儿送过来 你的意思是你没借到 现在现在没有钱啊 哪有那么好的事还送过来 谁信啊 哎呦呦呦一会儿啊 别在这个家了 这样妈哈 你看 钱你也没借到 不行 咱们那两块去那两块去 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 回家 外面 外面 走吧 回家 你找谁啊 你好阿姨 我问你个事 那个春花家 在哪个地方住啊 你好 姑娘 你找她干什么 阿姨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春花是我亲生母亲 是我养母把我养大的 我养母去世之前 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所以我来找我的亲生母亲 阿姨 你知道她家住哪吗 阿姨你怎么了 闺女 我就是你 要跑的嘴 什么 你就是这话 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妈 闺女 闺女 妈 妈 妈 女儿找你找的好辛苦 闺女 是妈对不起你 妈小的时候不害怕你扔掉 现在 现在 现在你哥 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什么 我哥把你从家里赶出来了 既然有这样的事情 妈 你带我过去 我去找他 闺女 我对你哥 不泡希望了 咱们还是不回去 不回去 妈 你别哭 不回去 咱就不回去 闺女带你走 去闺女那儿 走 走 没事 不行 没事 ヒ Pari 你不能在乎 你说自己 还是没有 而且 还 nud 我 唐 你是 对 好 Agora 你看